而在防疫期间 不管是国中小学还是幼儿园 上学来到校园都必须要先量测体温 但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有许多防疫的设备都很难买到 华林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 在日前就带了300多份的体温检测卡 来到了私立幼儿园 发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师生 除了期盼小朋友能够养成 每天量体温的习惯 也能够在家先行进行低道的防线 如果有发烧的情况 就能够避免到校接触人群 小朋友拿着额温检测卡好开心 迫不及待放上额头想要量测体温 这次日前 华林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 所带来赠送给私立幼儿园的一份爱心 只要将检测卡贴放在额头大约10秒左右 黑色感应区就会秀出体温数字 李正伟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检测卡来协助家长 随时了解孩童是否有发烧的状况 新冠疫情现在还是持续的在延续当中 那当然我们自主防疫的一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那正伟在今天准备了三百多份的一个额温卡 来送给我们市场的小朋友 那也期盼透过额温卡能了解小孩子是否有发烧的情形 那也可以了解他身体的状况 那在这几天过后呢 开始会陆续再送到花蓮市各个国小 以及各个幼稚园 以及我们花蓮市的福气站 还有原住民的文件站 世代会副主席李正伟 这次是带来了三百多份的额温检测卡 虽然显示的数据只能当作参考 但却是养成小朋友对防疫观念的最佳利器 对于这份用心 市长为嘉贤也表达了感谢之意 那今天特别谢谢我们李正伟副主席 那非常关心我们小朋友 那在之前有送给我们花蓮市公所 还有幼稚园有随身的一个洗手 干洗手艺 那今天又赠送了我们所有 我们市立幼稚园孩子额温卡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额温卡的部分 能够让孩子学会自主管理 更会影响到家人里面 常常来量体温 让自己可以确保 不会被新冠状肺炎所感染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防疫是从小到大要做起 那每一个人都做起 就能够确实的杜绝疾病上升 市立幼儿园园长郑凡杰也表示 目前市面上的额温枪都是缺货 有许多家长都是买不到 所以没有办法在上学前 事先为小朋友量测体温 有了可以重复实用的额温检测卡 对他们来说有很大帮助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